好 雨萱 刚刚讲是 如果你现在按照土利罪的话 现在土利罪看起来已经都巩固起来了 巩固起来以后 北检还是用雷霆万军事来办这个案子 你说 现在如果只占土利罪 北检已经没面子了 如果按照土利罪 北检把包包起来了 你说北检现在要怎么办 北检现在要干嘛 北检现在就是要抓金流 然后呢 现在要从贪污治罪条例 第六条变成第四条 你是违背职务的收费 违背职务的收费要干嘛 违背职务的收费 是十年以上到无奇徒刑的 我跟你们不要误会了 现在柯文哲跟北检 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吗 其实叫做生死豪赌 因为两边都是退死一步换结伏步 生死豪赌 我就问今天柯文哲如果只要倒下了 请问一下他还有未来吗 没有呢 不只没有未来 他是政治生命未来 他是连神生都没有未来 一辈子卸下来都要在那边度过 但你不要误会 因为我们当今天看到有这么多条罪状 很多人在讲说到底柯文哲 今天会不会积压 我跟我讲 只要今天柯文哲没有积压下来 北检都不用混 理由很简单 请问一下图例最成立的话 宝贤哥有用吗 我跟你讲没用 为什么 五年以上吗 五年以上嘛 对不对 那柯文哲出去外面打官司嘛 打官司我们刚才是聊很多 每天都聚中之事 每天带着小草叙 就跟你说你赖心的政府 你就是政治破坏 你就是闹事 而且所有民众会在讲说 一个叫做比例原则的问题 为什么柯文哲一再地咬死说 自己是党主席 因为对于党主席而言 除非我今天最大恶极 除非我今天犯了 所谓贪污资费条例 违背职务收贿罪 这种十年以上无期徒刑的罪 否则你就算用什么 背信洗钱公了 我们讲财财来源不明罪 法律哥你听起来 不觉得有点弱吗 这才最大的问题嘛 所以对北检而已 咬不死他 我跟你讲 北检其实是筹码一个一个垫 现在我跟你讲 有背信这个筹码 有洗钱这个筹码 有财财来源不明筹码 有徒利这个筹码 但为什么他们刚之前 都不一次打 我如果要办徒利罪 我跟各位报告 彭震胜进去那天就可以办了 对 因为相关的证据巩固 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那为什么我不办 因为理由很简单 筹码还不够 到现在为止 我跟你讲双边这个叫做all in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彭震胜 连他妻子都调来 因为对检调来讲 调妻子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他妻子是名家的事 我从来没看过 对啊 你有看过 调过第三夫人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 看过第三夫人被调了 不是 到时候老公出来 老婆变证人的 对 所以我会讲 为什么北姐要这样说 因为代表现在退职 万简不复 我当然我全部的筹码都要进去 而且柯文哲他也是all in 你不要误会哦 为什么 因为当北姐原本 大家还是打小牌 就是说我丢50 你丢50 北姐你丢什么 我说我丢你1300万 你这个财产人员 为什么说你穷木可公司 然后竟然去拿了竞选 总部的授权费 柯文哲是不是被迫要回应 那柯文哲也不断地消他的筹码 他怎么消他的筹码 他不断地说谎 他不断地一个爽 一个谎说过一个谎 说到最后面他说什么 对啦 我跟你讲 我就选拘补助款 我拿去买房子啦 不然你要怎样 各位我跟你保证 这绝对天大的谎吧 为什么 你检调也有找到金流啊 检调找到金流就说 我你每个账务我都对过了 你确定吗 真的是从这边出账了吗 看起来怪怪的嘛 那北姐还在继续丢啊 我们讲金华城这个 有没有丢什么吗 有啊 说硬巧威这个4500万啊 说什么 不好意思 省庆金有1.8亿 保洁哥不见咯 1.8亿不见咯 你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了吗 从金华城那边拿出来 明目很简单叫什么 公关备 但现在北姐插的是什么 最后一块拼图 因为我知道你太太 花钱第一个看1.2亿豪宅 第二个买4300万 再来你到底有没有买小宅 也不知道 总而言之你花了 你的能耐范围之内 不可能不担得起的钱嘛 而且我觉得非常妙事 昨天其实有人问他说 那除了这几栋房子之外 你还有没有其他房子 他不敢回答啊 他说我跟你讲 选举就是选举啦 你问我财产申报 我选举的时候有申报 选举就是选举 现在我就身价一笔 没有别的了吧 没有了吧 保洁哥到底讲什么 不知道 他不敢回答嘛 他就是 反正我转了一圈之后 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我问你北姐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北姐知道清楚 除非我跟你讲 你账面上的金流扣除多少 你的资产登记 包括你柯文哲 包括陈佩琪 包括你的儿子柯富瑶 通通北姐都一清二楚 但我就是不要打扰金蛇 为什么 我要等到最后一刻 我才能跟all in 那现在 right now 也就是现在 就是all in的时刻了嘛 因为我知道 你花了 你不该花的钱 我知道沈静青不见了 他不该不见的钱 我也知道 沈静青跟应小卫 中间有金钱在串联 我现在只差一件事情 你沈静青 要不要咬说 你给柯文哲多少 保洁哥我跟你讲 沈静青只要不交代 这1.81去了哪里 北姐你绝对不放过他嘛 对 这1.81非常严重 因为他是上市上回公司 他如果上市上回公司 他从这个公司里面 拿了1.8亿 不是作为这个公司用的话 他是非常严重的背信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的罪 这个会要了沈静青的老命 沈静青这样 你不许讲 不要了 我有受伤了 我皮肤有一些受伤 这个伤我每天要换药 你每天要换药 到了牢里面 最怕什么 皮肤病 你会烂掉的 保洁哥 北姐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他就说现在天气 你去看外面 晚上也是30度 你沈静青一个78岁的老翁 在里面每天受伤伤口 根本受不了 我这在等嘛 等你看什么时候收拾到来 因为大家很清楚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 他绝对撑不过 所谓的 我们讲两个月的时间 一个礼拜 沈静青他就会动不掉了 他现在北姐等于说 我把我所有的牌 包括你说背信 包括你说洗钱 包括你说我们讲的侵占 包括你讲的汤物智慧条例 我现在只是土力嘛 我就All in 我All in这些我要给你赌一把大的 我要换什么 我要换汤物智慧条例 柯文哲怎么All in 柯文哲把自己的脸 把自己的声誉 把自己小草的信任 通通卖掉 所以他也跟你道歉 但他现在要拿什么 他现在不只是要 我跟你讲说谎说到底 说谎就要说到 他连小草都号召出来 所以宝典哥 你不要以为柯文哲 这个在耍流嘛 这是他最后的 我们讲奔力一搏 因为对他来讲 退迟不关姐夫 如果他知不知道说 这个时候把小草全部叫来 他有可能会被押 当然知道 他也知道这鸭牙可能 没路了 对 他没办法 我最后只能All in的就是 我把我所有的政治动能 跟我的人生希望 压在这一把 跟北姐拼 看最后是谁 人头落地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我最惊讶是什么 今天找了两个被告 今天找了两个证人 那两个被告刚刚讲的 你今天是柯文哲跟彭生生 我并不意外 今天居然的证人是陈贝琪 还有这个所谓的彭生生的太太 我就发现 我好像在看戏 我好像看威龙闯天官 那五千两黄金到底在哪里 花了五千两啊 你竟然拿五千两去盗贴男人 你不要听她的 我哪来的五千两 你没有五千两 那五千两连我都不敢说 你竟然拿去盗贴男人 那五千两我一分钱也没花呀 你还没有你撒谎 三西部阵五千两你没用过 怎么会在我老婆身上 没有病啊 三西部阵的五千两在我房里 三西部阵的五千两在她房里啊 好 说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 九点五十六分 九点五十六分 刚刚讲陈贝琪 她怎么以证人身份 对 以证人身份之后 刚刚讲在廉政署里面 待了七个小时 待了七个小时 又到了北线 刚刚被请回 对 可是以前我从那边 我看过说被告的老婆 竟然是证人 是 而且被征询了这么久 对 那刚刚讲 你不是杀金华城吗 对 那金华城关职被你什么事 而且看到 现在金华城 它已经列为是所谓的 这个贪婚制罪条例 已经是所谓的图利罪 对 图利罪看起来 已经非常明显了 已经是五年以上 你说五年以上 不能满足北线 而且今天晚上的中头戏就是 柯文哲到底会不会被收押 宝姐今天出大事了 为什么 出大事了 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 全台湾民众 不只是全台湾 全世界其实都在关注这个案子 因为台湾第三大党的领袖 被人家这个搜索 这个柯文哲也是沿着说 会酿成一个政治风暴 虽然他就这样子跟你降下 所以检调一定是有备而来的 他目的今天一出窍 就是要让你这样 要你被收押 所以要一箭封喉 对 尤其是今天早上 你看时间多么赶 保险你仔细来看 从昨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应小卫被裁定收押 吴顺民裁定收押 沈经厅裁定收押 凌晨4点05分 结果早上6点半的时候 就已经抵达柯文哲的家里面了 北警不要睡觉吗 连正宿不要休息吗 你这个时候一忙到 凌晨4点05分之后 6点半就跑到柯文家里了 对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保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这次是兵分七路 而且都是重要的检查官带队 譬如说在柯文哲他家的时候 是由中组的主任检查官 江争宇带队 另外还有连正署的副署长都去了 所以这次去 又是要 绝对要让你一刀锋 绝对要让你 可能今天晚上 走不出来的一个状况 可是刚刚讲的 现在 柯文哲来讲 你现在是财务支队条例的图利罪 图利罪刚刚讲的 现在不是很多构成 要件都已经满足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干嘛还这样的 风风火火地办呢 那以前有这样 风风火火地办吗 你说搞了半天 他针对财务支队条例 第六条图利不满足 他要把他搞到第四条 搞到第四条就是 你有职务收费 有职务收费叫有金流 有金流 柯文哲 就进去出不来了 好姐我问你 如果今天这么大动作 然后柯文哲都跟你嗆声 最后只有说 图利罪的时候 你觉得这是检察官们 要的目的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 他们现在要的就是说 可能如果查到金流的时候 是财务罪里面的 收费的重罪 用这样来办柯文哲 否则你目前为止来说 图利罪本来就可以办他 或者说他的背信 在木可公司里面 就可以办他 但是检察官今天这么大动作 兵分欺入 同时还找了彭震生 还找了柯文哲 还有他们两个的妻子 目的要做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 陈佩琪一定是最了解 所有金流的人 我只要把陈佩琪的金流 他愿意说了 把它弄得清楚的时候 如果金流兜得出来 因为现在另外一边 已经有金流了 所以金流只要兜得出来的时候 或许柯文哲收费的 这个案情 就有可能会有眉目出现的时候 所以你说陈佩琪不是只剩一个 单纯的联谊的医生 在整个过程里面 如果我要查清流 我需要知道陈佩琪 我要知道彭震生的老婆 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且我们看到 最近非常多的讯息 跟陈佩琪是有关的 这个之前为什么会 是传说他去买豪宅 而且买豪宅是1.2亿的 1.7亿的 2.4亿的他也都看了 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了 别人是东市买巨蟒 西市买安街 他不是 他是东市买豪宅 西市买商败 到底有多少钱 还有刚刚讲到的 现在确定的4300万 也传出来说 4300万的商败 到底是柯文哲去看的 到底是柯文哲去签的 柯文哲去谈的 还是陈佩琪去谈的 对 刚才宝贤讲到 非常多重点 所以这次的这个陈佩琪 夏日去看法 就没想到酿成大祸 为什么酿成大祸 因为第一个 现在目前为止 检察官很明确 很清楚知道 他有没有去看豪宅 有没有想买豪宅 检察官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之后 问你说 那你为什么会有那些钱 你的钱从哪来 对 他只要这样就知道说 那你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只要把陈佩琪的金流 你那些钱从哪里来 然后这4300万你知不知道 或者是说保洁 450万 木可的钱 你知道最后是什么 陈佩琪一笔一笔 10万块汇出去 把它捐出去了 木可也是陈佩琪 No的 刚才讲的 木可给了柯文哲 所谓的450万的销项费 或者是权利息 最后是由陈佩琪处理掉的 所以陈佩琪在这个案子里面 当然相当重要 那我们就讲 今天检察官们 这个兵分歧入里面来说 你看 当然除了这个柯文哲 他们这个家 他们的家 然后民众党的党中央 还有台坡大楼之外 甚至连彭正生 他在高雄的住家 台北的住家 办公室都被收 所以陈佩琪 现在的这个检察官来说的话 他认为说 可能案情比这个原本不是 或者已经不是彭正生讲的 因为原本这个彭正生讲完之后 现在已经有这个应小威 还有报告说像这个沈晶晶 他们相关的证词之后 再来的话 这个案情会兜得越来越聋 然后把他们两个的服务人 都找过来之后 这个两个的服务人 都是要查什么 都要查金流 那查金流 那你知道吗 今天检察到底是做么大重作 保险你知道 到第一个 到这个柯文哲家里面去的时候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 6点20分就到了 按门铃中没有回应 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他才能够继续 他们才能够进去搜索 然后进去搜索之后 保险你知道 其实柯文哲家并不大 大概4050坪 就他们这里面居然收了4.5个小时之久 你在采访是吗 对 他们收了非常非常久 收了非常久 为什么 因为搞不好 这里面是不是有金流 我们不知道 所以目前为止收了4.5个小时 另外一个 在台坡大楼也是一样 台坡大楼来说 就柯文哲的办公室 他们带走什么 他的这个主机板 主机还有他的纸箱 而且他收到多仔细 他们连那个三楼 他目前还在这个 中皇中间的这个办公室 他们都跑上去 跑上去的时候 每一个地方都收了非常非常仔细 那至于党中央来说的话 其实就没有怎么做 所以等一下 目标是什么 柯文哲 只要是柯文哲的办公室 跟柯文哲的住家有关系的 我绝对都会给你 收得仔细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 大家想到原来 他们有一个计划 本来就在28号要发动 也就是828计划 828计划 你们就很清楚 就是跟随省进金 因为省进金抓到了以后 刚刚讲 缤分43路 是把省进金 所有的子公司 母公司 孙公司全部都查清楚 查清楚以后这个金流 开始进行勾集 勾集了以后 我有了省进金的钱 再加上柯文哲的这边金流 我要Bingo 我要等于把你彻底毁灭 好歉 事实上这个时间点 也是往前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这一次 所有金华城的 这个所谓都省委员的话 最后一个人是9月3号约谈 所以原本呢 9月5号才要约省进金 但是没想到 映晓慧在这个时候 他要跑了 又跑了之后 当然828没办法 就赶快要查省进金 扣留了应小微 查了省进金之后 辞呈被迫往前推之后 那就传出来什么 抱歉 最新不是今天早上 传出一个消息 说陈沛琪明天要到美国去 所以他这个 怎么这样的状况是这样 你今天能够不趕快出洞吗 那现在 吓死了 然后他们现在认为说 如果放任这个柯文哲在外面的话 搞不好还会进行串供 所以目前为止 我就讲 如果按照这样的办法来说 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再深压境界 否则来说的话 恐怕这个案子来说 水落石度的可能性 就有越来越低的一个情形 而且你讲说 这个对北俭来讲 其实是一场硬仗 跟他讲 沈庆金他是一个财团 他是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干嘛 你可以请很强的律师 就跟他讲 他居然把以前特征组的律师 都找来了 现在大家最后的神拍神 今天非常清楚就是 今天我们看到的北俭一定会生压 可是你压不压得成 那就变成关键了 所以现在都是王牌进出的区别 王牌进出 中署 端署 还有包括说简联的调查官 全部都是重兵集结在这边 另外当然他们也请了非常多 像包括说像 印小卫的这个庄政律师 包括说像这个岳芳如律师 甚至像胡彦龙律师等等 这些人都是重兵 甚至连柯文哲请的律师 也都是强棒 所以他现在双方就是先拼先 也就是说 今天到底柯文哲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相信今天晚上 大家可能都夜不成眠 因为大家在等最后的结果 好 我知道 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对你道歉 因为你昨天讲说 在今天七点的时候 北检就会行动 大人又在唬烂了 就搞了半天 时间地点都被你讲对了 讲对了以后 我现在非常好奇是 柯文哲会不会押 柯文哲押不押得了 柯文哲现在人 已经要准备送到北检 你送北检了 所以我认为今天晚上 柯文哲的人跟券 应该就要送到台北地方法院 那这个时候就是 升押的这个 升押的这个要求 今天一定押 台北地检署一定提出 升押的裁定 这个是100% 那最后要送到北院 那台北地方法院 应该今天晚上不会开庭 因为太晚了 就会变成明天要开期押庭 对 所以我先把这态度 先讲清楚 一个是台北地检署的态度 要提出升押 一定升押 提出升押 那明天由台北地方法院 要来开这个计押庭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升押 很有可能会通过 有通过的理由在哪里 我先讲今天我发现 全部的案子集中在一个案子 就金华城 金华城 没有谈其他案子 没有北枝科 都都没有 全部都没有 也没有台枝科 这样子为什么 因为金华城比较容易 激压 比较容易激压 激压成功率非常高 所以他们集中火力 做这一个案子 所以我先做单点突破 对 那这个突破 人家手上以后 他慢慢掉了嘛 后面的案子一个一个来嘛 那累积起来的话 就不得了了 所以那我现在讲说 为什么他会通过的理由 首先第一个 北检手上有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一定超过我们的想像 一定不是我们已经新闻所讨论的 一定有一些他有把握的东西 但是我要说明今天的台北检检署 所侦办的方向还是图利罪 违背 就是违背植物的图利罪 那这个东西就是五年以上 的有期徒刑 但是五年以上 就代表是我还没有查到金流 应该 不是 没有直接的金流关系 还不清楚 金流应该还不是他的 现在还掌握力还不够 我认为应该这样子 有 可能掌握力不够 所以才昨天 昨天才羁押了沈青金跟易小威 那沈青金跟易小威 我认为在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内 他就会突破了 因为那个他们 他们那个 他昨天不是写了一封信吗 告诉这个公告 公告周知啊 说这个他不收 他不送红包 他不送红包 柯文哲不收红包 他就等于告诉柯文哲说 我不会把你到嘛 我不会讲出来嘛 但这个东西要跟他的意识力 做对抗 那如果他发现沈青 那个柯文哲也被收押的话 那这个意识力就崩溃了嘛 所以今天收押柯文哲是打垮 沈青金的这个意识力 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他妈你也进来了 他都进去了 你进来我跟你 而且你老婆变证人了 那我何必跟你去维持 这个兄弟承诺干嘛 你没有意义了嘛 他认为这个骨牌已经倒掉了 这是第一个 所以要羁押柯文哲是这个案子 突破重要的一个要件 那为什么会成功呢 东西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要乱讲话 但我光讲这两天的反应 我认为拿郑文燦的例子来看的话 就一模一样的事情在这个本案发生 什么事情 他昨天柯文哲开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众大会 对 他把他所有的党工职全部秀出来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一个秀肌肉大会 他秀肌肉给台湾政府 给司法局官看 我有那么多立法委员 那么多人 可以抢堵 还有小草 我昨天我有动员小草 它是展现实力 为什么我说这个展现实力 这柯文哲就是聪明反背聪明误 因为这个羁押里面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什么东西 一个就是串供 串供 串供就是灭阵 灭阵里面有个要件 什么要件呢 他当了八年台北市长 如果你当了八年台北市长以后 你还有实质影响力 你的实质影响力可以影响这些 是还没有道案的同案 跟还没有道案的证人 所以你的八个立委 你的这些公子 你这些人 代表你是有力量的 对 代表你有力量 所以他这个是刚好反向思维 他不懂法律 所以黄珊珊是个好律师 我实在非常感到 这个越帮倒忙 越帮越忙 然后第二个 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 早上他照理论上讲 他应该跟检察官上车去走人 对 结果在那边咆哮 在他家门口 嚣张的那个样子 要代表什么 力量 还是力量 然后第三点 你就看到另外一个人 黄国昌开记者会 对 也是一样 批评政府 嚣张 对不对 也是在秀肌肉给大家看 挑战司法 那我是检察官 你这个有灭阵之语的力量 对 那我怎么办 我就跟你压了再讲嘛 另外一个看起来不重要 館长说要包围北检 要搞群众运动 那今天这个 我承判检察官一定非压你不可判 我这个司法尊严 荡然无存 是 你这每一个都是叫做 实质影响力的展现 所以这个展现的结果 把它害到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刚刚提到一个东西 他有亲友在国外 他有小孩在国外 对 表示他国外有依亲的可能性 所以他有逃亡之语 所以我就把它讲了 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 一个是畅贡 对 一个就是畅贡灭证 那第二个就是逃亡 所以这两个要件 都复合的情况之下 检察官 那第一个要件 实质影响力这个事情 在桃园展现过 对 桃园的地方法院 最后不得不押曾文燦 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理由 所以曾文燦 现在在外面弄的话 我检察官办不下去嘛 是 所以检察官为了要 让他的侦查作为 持续能够进行的话 必须要提出生押曾文燦 所以他这两天这么嚣张 这么傲慢去展现肌肉 反而害了他了 他以为是帮他忙 结果是帮倒忙 他把他的power 在台湾展现出来之后 然后恐吓了检察官 那检察官在为了要 为了要推动他的侦查作为的 顺利执行的话 一定几年提出这个理由 要台北地方法院 要积压柯文哲 所以这个是他 这两天的作为里面 对他最不利的部分 好 宇雪 刚才讲 现在柯文哲跟检调 真的已经兵容相见了 已经大家都要一见封喉了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大戏 就是你到底会不会生压 生压会不会过 柯文哲会不会压吗 而且今天北检的态度 已经很清楚了 不但是要压你 而且我要彻底的摧毁你 保雅哥 康文哲一直自以为 自己是孙悟空 想说我会72变 不管讲什么我会变变变 但是他犯一个非常非常大错 你知道什么 剪掉之后就是 你撒下天罗地网 就算你再会翻 你也逃不出我的五子山 而且重点 保雅哥这个天罗地网 分成两层 一个叫做司法 一个叫做政治 换知司法是什么 当柯文哲昨天造了不开 部道大会的时候 他跟大家讲说 450万授权金 我会全数捐出 包括1300万 这个其实是1500万 我都不知道 这个我跟你讲 全部都财务部长自己处理 但我跟你讲 钱汇到我的户头我才知道 你就犯了大气了 你知道为什么犯了大气嗎 因为剪掉今天是 刻意让你去召开 这个部道大会了 为什么 讲牌了 请问一下 背信罪当柯文哲 拿450万的时候 侵占罪当柯文哲 拿450万成立了没 成立了 因为他之前最骄傲的讲说 这里面没有一毛钱 浸到私人口袋 结果没有一毛钱 浸到私人口袋 一下汇了450万给你 而且不但450万 我刚才讲 这不是只有一笔 现在很多人讲 他不是一笔 他还有好多笔 跑来跟他跟你讲 不知者无罪 我不知道 李文娟自己汇给我 我真的不知道 客问者肯定会这样讲 但重点没有用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事实上 剪掉早有系数非常多的理由 可以直接把柯文哲约谈 那为什么他们暗定不动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件事情 柯文哲一定会搞政治对抗 今天我没有跟你搞 有 马上在他家门 我跟你搞个政治对抗 而且不只是这样 450万这个只是小条的 剪掉要的是什么 大金鱼 我才不要小虾米 包括我们讲的 金华城这个案件 你想想看 到现在为止 印小卫的4500万 最后到底去了哪里 有没有跟你讲 没有 柯文哲是不是最后了爆了 承认说自己去了哪里 逃出女人 去唱歌 去被安慰 对嘛 那你太太有没有跟着去 否则为什么你太太也被约谈 去逃出女人 这么一秘的地方可以干嘛 所以你不要误会了 检调早就已经算清楚 包括你讲神经经的 好几亿元公关费消失不见 我们讲印小卫的4000伙伴 消失不见 但最后去了哪里 就差一块拼图 这块拼图叫做什么 就是你这个自以为是 松空的柯文哲 而且不只想想想看 接下来还有北市科 我们讲的 雨果市场的改建案 甚至是我们讲 这一次的政治现金假案 幻言词检调的天罗帝王 司法层次 我早就已经传变变了 但我现在要干了嘛 要干嘛 我要顾及到政治层次的天罗帝王 因为如果我知道你是政治对抗 你一定会干嘛 你一定会想办法说 这都是政治迫害啊 这只正常的攻击啊 所以我必须要先用这些案件 比如说450万 1300万 4300万 买房子把你干嘛 还有是把你丢在斗臭你 对 斗臭 先斗臭才能斗壞 先把你完全人口毁灭 所以各位 当我们昨天看完柯文哲记者会的时候 我跟你讲 小草在家里都默默落泪 叫做阿伯真的没救了 阿伯真的毁了 因為阿伯自己理智线都断裂了 我们要怎么救他 所以你想想看 当今天出现在这个场面的时候 我跟你讲 检调根本不意外 理由是什么 当其实他们去的时候 等了足足一个小时 保健哥 你知道检调怎么进去了吗 暗电里 柯文哲根本没出现 就躲在里面 所以简单讲你就是抗拒嘛 结果他们是从绕后门之后 自己人把门前门打开 这好不容易 最后才走进去 走进去之后才能完成搜索 但检调也有给他免走 因为他知道如果说 我们讲说我们是强行进去的话 柯文哲会说什么 司法破坏 司法不公 肯定会用这一招 所以他们就在声明稿里面 检调说没有啊 他极度配合 配合 极度配合 你自己要上车的 对的 他只是早上睡过头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柯文哲 会最超过7点半 人家7点半就出门 但是有一个关键点 你看喔 当他出来的时候 检调原本还想阻止他 因为柯文哲有干嘛 他说 我跟你讲不行 我要讲话 不行 让我讲话 结果检调跟他说什么 行上车 结果柯文哲说不行 我要讲话 柯文哲说不要 除非你直接把我带走 他非常凶寒喔 你知道为什么喔 保际哥 他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 柯文哲很清楚 他现在唯一条活路就是 我要搞政治对抗 所以他说什么 他马上讲 好 我跟你讲 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党出席喔 在住家办公室被搜索 我跟你講 这是在搞什么 他就是在搞政治对抗 他说这是职政党的动作 这是职政党吗 职政党局 对嘛 我们讲白 这是剪掉 根本不是职政党局 所以保际哥 当他做完这个动作的时候 请问一下检察官 知不知道他会这样干 当然知道 所以昨天才让他唱那出大戏 反正我知道 你今天就会这样来 但保际哥 柯文哲说错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他说 我是职政党第一次 你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你之前还有一个人 叫做时代力量党主席 徐永明 徐永明是召你之前 在更早之前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什么吗 统促党上安乐 所以柯文哲 不好意思 你不只总统大选是柯老三 你就连被带回去约谈 你也是柯老三 好 回忍 刚刚讲的今天两个被告 两个证人 两个证人 大家跌破眼镜是 居然是柯文哲的老婆是没起 另外一个是彭正生的老婆 怎么老婆变证人了 是 尤其是陈佩琪 我们的实在话来讲 在整个金华城的案子 陈佩琪有扮演角色吗 没有啊 反而有真正扮演角色 跟她们去开所谓的便当会 的那个人是谁 黃珊珊啊 黃珊珊有变证人吗 没有 所以啊 我要是陈佩琪 我就想说 等一下... 飯堂我没去吃 我没在台北市場 有在吃堂楼 你没来没去 叫我把我靠去 叫我去做一批证人 为什么 房子是你买的啊 房子是你买的啊 而且第二件事情 所以说我今天很真正 剛剛吴总讲 今天很单纯就是办金华城 我如果很单纯办金华城 这个金流 就是要跟金华城有关 所以你买这么多房子 是跟金华城有关吗 就是想说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喔 陈佩琪是9月底 才要退休喔 她现在还是具有所谓的 公务人员身份喔 这个案子是简连一起办 也就是有廉政署喔 廉政署辦什麼 公务人员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今天為什麼以证人身份 被傳去 有一種可能性 不好意思喔 陳醫師 你們兩個醫生啊 之前去年 去年的12月底的時候 公布的財產也才2500萬 突然之間拿了 4300萬元的一個現金 買下了這個房子 可以讓我們存責布 讓我們劈牌一下嗎 對喔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請他交代金流的狀況 好 陳佩琪是如果 如果我們現在假設 他是因為這個金流的部分 被請去廉政署 進行這樣的相關的詢問 那我問你 彭政生的太太 為什麼也早去 對喔 我問你 而且在高雄耶 他說跑到高雄的住家 代表彭政生住高雄 代表他老婆住高雄 關這個屁事啊 我跟你說 這代表什麼意思 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彭政生在所有金華城扮演角色 說三次會議我都沒到 我莫名其妙被變成PM 我甚至有可能 好像大家認為說 你是要變污點真人身分 要來開始咬那個柯文哲對不對 那我就問 如果你真的這樣子 在被強迫的情況之下弄的話 你太太怎麼會在這時候 被傳出來 而且是證人 所以如果按照柯P跟陳佩琪的 這個模式 那我想請問一下彭政生 你們最近有買房嗎 你們最近有拿著現金買房嗎 你問他有沒有買房子 如果沒有 乖你太太 你太太還在高雄耶 跟你太太有什麼關係 是 所以 所以不是陳佩琪在買房子 有很多人最近都在買房子 不知道啦 反正老闆嘛 他是治長 我是副治長 大家都一起吃了便當 我副治長沒吃便當 可是奇怪了 如果說有一些資金的問題 而且這個案子到最後過了 夫人幫會想找去看房子嗎 可能不會來 因為高雄也真的太遠 但不管怎麼樣 今天這兩個夫人 被傳為證人的情況之下 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查 整個案子的金流在哪裡 那再來 你說柯文哲 大家會認為說 柯文哲你怎麼出來畫 沒有 搜索了四個小時出來 說會被紅色耶 突然之間就開始說 變成是 從司法案件變成是政治對立 然後就說實政黨 你給我交太清楚 為什麼... 因為搜索了四個小時 你沒有收到現金 所以現在我覺得柯文哲的意思就是 現在你就是查不到現金 你沒有拿到錢 可是柯文哲你也不要小看喔 你也不要低估檢方辦案喔 你太太五月七號 在臉書中告天下 我即將要退休 九月底退休 你五月十號就簽約買房 捧著四千三百萬現金去買房 五月十六號 你兒子的治療公司就成立 八月六號 你們民眾黨的黨慶 然後陳佩琪在貴黨扮演角色 越來越多 所以換言之 這陳佩琪今天雖然以證人身份被請回 但顯然對檢方來講 她是解開整個金流很重要的一個關鍵人物 今天我們看到柯文哲人社完全的崩壞 跟你舉報說 他買了花沒有任何貸款 現金四千三百萬居然買了 買了以後大家想 柯文哲那麼忙 柯文哲可能自己去談嗎 現在都傳說 那四千三百萬買那個房子 誰去看的誰去談的 最後可能只是柯文哲去蓋個招 這中間難道陳佩琪也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 因為陳佩琪講 我是看豪宅 我是看辦公室 我是看小宅 我都看了 所以陳佩琪的角色 他不是只有看 他還有買的這個角色 買了 我確定就是他買了 真的假的 最後的關鍵就是柯文哲去辦理過戶 跟簽名 所以去看的去談的去協商的 就是陳佩琪 就是他的太太 所以為什麼今天 他必須要先用正人的身份 進入到地檢署去接受盤問 我跟大家說 我剛剛在來的路上 你知道有多少綠營的支持者 準備鞭炮 要爆炮嗎 今天要爆炮 你能知道 我跟你講柯文哲真的是現在 全台灣所有的政治人物 仇恨值最高的 我沒有看過那麼高的 為什麼會這樣 我認為也不是只有綠營的支持者 當然綠營的支持者最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這十年 回想他2014年 他在參選的時候 很多支持者是怎麼幫他的 他真的是騙我們的錢 跟騙我們的感情 然後最後 又把我們等一筆 又把我們嫌 你說他們這樣子的心情 吞得下去嗎 吃我的用我的喝我的 什麼都用我的 所以你說我 嫌我沒有一筆好 對 又把我打去一筆 現在不是這樣 政治渣男 大家都在等我們發生嘛 那你說陳佩琪他的角色多關鍵 我講幾個 第一個 當然這都是金流嘛 第一個 政治獻金 他選了兩屆的市長 包含一屆的總統 他所有的這些政治獻金 誰最了解 一定是陳佩琪 因為所有的賬都在他的身上 第二個 補助款買房 就是剛剛講4300萬 我們一直要求說要公佈金流 你到底是不是這個存責 去買房 然後4300萬匯出去 到目前為止 他沒有公佈嘛 然後再來 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我就要問陳佩琪 今天有一個新聞說 連柯文哲的遠房親戚 都去桃豬影園在唱歌 那你陳佩琪 你身為柯文哲的配友 這幾年 你有沒有去過 如果 連遠房親戚都去了 你陳佩琪可能不去嗎 那你說 今天柯文哲去這個桃豬影園 對啊 對啊 所以 人家爆料說 他根本不是像柯文講的 只去一次 你自己去 你連遠房親戚都去 那你陳佩琪 到底有沒有去 你陳佩琪跟陳慶琪之間 又沒有 有沒有什麼可以直接聯繫的管道嘛 那再來 又是昨天開記者會 木可的帳 那最後 現在被發現說 你四百多萬 又流到了柯文哲的帳戶裡面 那你又怎麼去用這些錢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現在 面臨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 圖利 跟 貪污 殘酷二選一 如果假設有找到金流 你又沒有辦法解釋的話 那這樣子恐怕柯文哲就會面臨 所謂貪污的罪行 這兩個是差非常非常多 好 該講的是 今天講 如果上帝要毀變一個人 我要先讓你瘋狂 那現在看到 柯文哲今天根本就已經瘋狂了 哪有說 我黨主席我要請假三個月 你說請假三個月 他根本就是要避風頭 這個避風頭就代表 他現在已經沒有能力 在公眾面前了 寶姐 事實上今天柯文哲對大家道歉 但是我認為說 他現在已經撐不住了 撐不住了 他現在不想要在公眾場合 面對這些質疑了 為什麼 因為目前的五座大山壓得他 完全喘不過氣來 清華城北市科還有萬大雨果市場 台治光還有政治獻金 申報不死這個案子 一個再一個他身上報 而且他現在左之右處 一下子報政治獻金 然後一下子報清華城 一下子報北市科 他根本完全不知道現在檢調 到底主打是哪一個 對 他現在隨時都認為說 我到底是還有什麼地方 什麼東西被檢調 完全掌握了一個情形 因為當時你看到 當時就抓了什麼的鄭文燦 你當時看到楠姐 就發動這個突襲 覺得檢調的單位的動作非常快 可是你發現北檢不是 北檢看起來不急 北檢老神在在 北檢慢慢在收集 北檢不是查一個案 北檢是查五個案 而且五個案是彼此聯動 而且五個案都有金流的互動 金流的互動都指向柯文哲 而且你說秋天快到了 對 恐怖的秋絕要來了 對好 為什麼秋絕要來了 我們跟大家講 事實上這幾個案子裡面 你看牽扯到多少 貪污制裁條例 違背職務行使受惠罪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圖利罪五年以上 背信罪五年以下 洗錢罪七年以下的徒刑 公務財產來源 公務人員財產不明罪五年以下 如果這些都是可以重複再罰 抱歉 現在的這個剪刀立場是什麼 我不壓你則以 我一壓你之後 就要讓你出不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一直鞏固 一直鞏固 你進去之後 好你想要出來說一個案一個案 端出來給你 那你知道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原本表定的時間是9月5號 9月5號 審慶慶才會收到這個傳票 結果沒想到 應曉慧想要跑的這種 讓整個剪刀的這個動作 有一點加快 但是無論如何 剪刀為什麼不急呢 寶傑我跟你講 要毀掉政治人物來說 判刑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其實更重要的是什麼 要讓他鬥臭 鬥臭他最好 那怎麼鬥臭他寶傑 因為他知道柯文哲會自爆 現在我們就在說全民都在看他怎麼講 他自己在鬥臭他自己 他自己常常前沿不對馬嘴 自己講那麼多公眾話 像今天下午的這個會議裡面 我相信大家看了之後會覺得什麼 你是在說什麼啊 人家講什麼 大家無法接受 所以他在鬥臭他自己 這就是我們目前為止 這個所謂 我們可能官方呢 需要呈現的一個狀況 好所以我跟你講 今天如果你看了他下午的記者會 很多人都覺得無法忍受是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公開說謊 睜眼說假話 我們大家就想到 當時說的你就講到的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他們也知道他們自己在說謊 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但他們依然就說謊 剛剛講到 今天你居然可以拿一個假發票 你居然可以前言不對後語 你居然柯文哲可以講 把這個東西放在你的名下 那是最有接觸效率的 更可怕的是說 欸 錢匯到你的戶頭 你說你不知道 保證今天的這個柯文哲來說話 他原本想要這個滅火 但是沒想到保證 越來越多火 又這樣燒起來了 所以我才說 他是自我批判自我 在毀滅他自己 而且你講說 現在柯文哲戴上那個魔戒 戴上魔戒當然最高級就是那個索羅 你說他不是索羅 是 他變成骷髏了 對為什麼這樣說保證 你看金華城這個案子 北思科案子 萬大漁果市場 還有這個所謂相關的案子裡面來說 甚至現在所有都指指到他的錢 所以簡單來說 他過不了錢這一關 過不了錢這一關的時候 你看所有的問題現在就是回到這錢 保證大家今天怎麼講 講到說禁總這個賬的問題來說話 他說啊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這個賬 這時候李文中看過這個賬 然後人家說 那你這個1500萬 或者說400萬會給你這什麼事情 他說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給我這錢 我根本不知道 他會進來了我也不知道 然後這個選舉補助款 也是自己匯到我的賬戶裡面來 可能問題是 寶傑你這個完全說不通啊 不是我今天看了 我就是讓你再說 對 你剛剛講你今天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那選舉補助款以後 他就可以匯給我三個戶頭 我要問的是 你柯文哲 你有的幾個戶頭 我怎麼會知道 你一個戶頭我都不會知道 結果我居然會知道你三個戶頭 那我一匯匯給你三個戶頭 那我匯給你三個戶頭 然後柯文哲說我都不知道了 那他自己製作主張了 看到這個錢進來以後 就匯給我了 匯給我三個戶頭 這種瞎話他都敢講 而且匯進來的時候 其實呢 銀行很多都會通知你啊 會說你會知道這個匯錢進來 他都完全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這個所謂 我四百萬的這個肖戰選 我也不知道 然後這個選舉補助款 也是都自動進來 我完全不知道 包姐你說你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 這種人可以當我們國家的 你還要想當總統 你連這種小錢都不知道 那更換大錢的這個狀況嘛 所以之前李文哲講那個幹話 我們還講說我在這裡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當時你就覺得已經夠荒謬了對不對 就今天看到幹話一三還有必三高 今天柯文哲把幹話說到最高級了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這個記者會 看到出來我就說 你我看這個記者要幹什麼 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 李文聰也不知道 柯文哲也不知道 到底誰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們要講什麼 所以說 現在他們的狀況就是壓力真的太大了 那壓力大到時候我不得不解決 可是我解決我也不知道該什麼 我就胡說八道 對那沒錯 今天又出來一個說 1500萬 大家就說你這個禁總 匯到這個木可去1500萬 這個授權費到底是什麼 他們今天又有一個新的版本出來 他說這1500萬是什麼 我們原本跟木可 就有簽個約 簽個約之後 斗內換小物的時候 因為我們跟木可的主張不一樣 木可主張說 我們斗內的金額的10% 變成1500萬的這個授權費 所以我們就匯了1500萬給他 就被他禁總現在說不對 這139萬要用這個 所謂競選小物的東西 所以 抱歉 這個之前就可以已經 處理掉的事情 現在1500萬被揭槍之後 你才想的這個藉口 抱歉 這個很明顯就是選後的藉口 而且更可笑的是說 你今天 我覺得我對陳志涵的經驗 如滔滔江水 一個人說謊可以面目改色 而且真正也說一下話 那真是天下低音 難怪你可以一個月領20萬 然後講說這個139萬不對 所以說我們還要跟他要回來 對 我覺得這個太好笑了 他說 你這個要回來的時候 跟他講 今天木可已經給了柯文哲 450萬了 對 你給了柯文哲450萬 你柯文哲沒有意見 然後現在 你還要等於說 我給139萬 中間的1000多萬 對 你還要跟木可要 王姐你看 事實上他們說 要跟他要1500萬 他們只有給木可這麼多錢 可是問題是 你還給了這個授權費 授權費要從誰那邊出啊 所以他們完全帳目 完全鬥不起來 然後他們還在那邊講 有介事 然後你要問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說 我交給這個律師處理啊 這個我不能夠幫這個木可回答 可是保證 8月12號的時候 他們要開第一次記者會 他們就說 我們現在來代念這個 我們木可的相關的生命稿 我們把它清算掉 當時就可以這樣 現在又不能夠這樣子 所以大家完全看不懂 你們都完全前後矛盾不一致 然後現在就是這樣 反正這個謊 我們緣不了 所以我們再說另外一個謊 所以說來說去來說話 真的今天看到最後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 他們在講什麼 我們這樣講 上帝要毀滅一個人 我要先讓他瘋狂 你就沒有想到 今天整個記者會毀 太誇張了 難道你們不知道在說謊嗎 難道你們不知道 你們講的東西漏洞百出嗎 而且更可笑的是 黃珊珊 你是律師 你今天是台大法律的高材生 結果你丟出來發票 好像說我們非常委屈 我們已經非常努力查帳 帳絕對沒有問題 可是這一張發票 剛剛講的 2024年的8月19號 你的選舉都已經過了多久了 而且開發票的是誰 木可公關公司 而木可公關公司 不是在8月12號的時候 你柯文哲已經代為宣佈 他已經解散了 一個被你宣稱解散的公司 而這個時候還有盈獄嗎 你覺得可以再開一個發票 給競選總部 而且金額非常高 寶德哥就從今天開始 台灣創造了一句新名言 你知道什麼名言嗎 就是我們知道 他們把我們當87 但是他們也知道 我們知道他們把我們當87 但最後呢 他們依舊把我們當87 就是這樣子吧 他們自己是87也就算了 還要把我們當87 對 因為我們講的確是有句話 叫做人不瘋我不成我 但我跟你講啊 他們如果不這樣瘋狂下去 真的是活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名言人都看得出來 113年7月到8月 這個時候選舉結束了沒 結束了 寶德哥結束了 不是啊 寶德哥這這個月的事情 你怎麼會 在這個月開了一個發票說 哎呀我們這一張忘記漏爆了 你是做了小叮噹的 我們講時光機器嗎 怎麼可能 而且再來喔 2024年8月19號 而且最關鍵的是什麼 目可公關公司 寶德哥 又是目可公司開了發票 不是他現在已經沒有公司 敢給他們發票了 他們現在連目可公司的發票 都敢開了 不是我跟你講同一批人 一樣也是黃三三 一樣也是柯文哲 大家還記不記得 8月12號的時候他們幹嘛了 在記者會上 誒來發一下發一下 他們宣告什麼 目可解散了 目可又解散了 結果他又跟你講 已經解散了幽靈公司 在根本不是選舉的期間 也是這個月現在right now 又開了一張幽靈發票說 哎呀沒有啦 我們這個一百萬 我忘記漏爆了啦 你看看我們有這個一百萬 有這張發票 不好意思各位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了 這傢伙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瘋狂還是怎麼樣 還是真的都把我們全台灣人當87 因為黃三三你不要說是律師了 今天換言之任何一個正常的人 有人敢做這種事情嗎 沒有 非常的膽大謊回 我覺得我現在周邊的朋友 為什麼對柯文哲越來越憤怒 而且越來越生氣 我怎麼覺得台灣十年來 怎麼會讓這樣的一個傢伙 興風作浪 怎麼會把這個東西 他差一點當台灣的總統 你今天 你真的把我們當成什麼了 我跟你講我理解他們邏輯 他們邏輯就是這樣 柯文哲交辦了黃三三這個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你就是想辦法 把2723這個賬給填起來 但黃三三真的想不出來辦法 所以想不出來辦法幹嘛呢 他就整瘋狂了 我就作假 那瘋狂他就說好沒關係 反正要擺爛我們就演到爛 反正整個就是一筆爛上 對不對 一鍋老鼠屎我再加一碗 老鼠屎就會怎樣嗎 沒差 還是老鼠屎 所以我乾脆就說好啦不可 我知道你很臭 那就臭到底好了 叫你在八月十九號之後 再開了一張我們講假發票 那這個假發票 各位對就是假發票 為什麼 因為你在開我什麼玩笑啦 你跟我講好了 競選總部 然後你是要申報日期 明明到一在一月十二號之前 你敢報說現在八月十九號 解散之後再報一張 我真的不明白你黃燈老鼠 而且你剛剛講的 你現在這是計學小物 你的計學小物照理一下 你現在不可以有任何計學活動 你也不可以賣計學小物 那我要問你 你現在八月十九號 你這個裡面的一百萬 是從哪來的 對 保留哥對 我就問這一百萬的品箱是什麼 他們違法犯規完全不在乎 坦白講我其實很期待劇情發展 就是反正你都唬爛出一張一百萬了 對不對 那請你告訴我說這一百萬裡面 你到底在八月十九號 做了什麼事情 跟我們講的過去的競選期間 有那個有關聯的 這掰不出來嘛 保留哥我真的掰不出來啊 而且你剛剛講的 不是那個發票的問題 今天是從頭到尾 你談到木可公司 你今天談到那個所謂的 他商辦的問題 你今天談到所謂的 政治先進的問題 他全部都胡說八道 但保留哥我必須坦白講 這是我今天喔 我這種從我們講 看扣任者這麼久以來 這十年來 他真的是理智線斷掉了一天 你知道嗎 他有三大崩潰點 第一大崩潰點 就是問到他競選辦公室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記者非常監督 問他說 柯文哲你剛剛講說 你這個東西 前一陣子你說是個人辦公室吧 對不對 但你今天又說是 立法院黨團辦公室 所以到底是哪一個 你知道柯文哲是什麼嗎 他說我個人 我也會去立法院 我也去那邊上班 我個人用用 他們也可以用 所以我的辦公室 就是黨團的辦公室 他到底還講什麼 不知所云 而且不只是這樣 問到金華城的時候 他一樣 不是他還會露詞 想一想 你剛剛在問什麼 他以前怎麼會這個樣子 對他連自己之前講過什麼 他也沒預料到記者會不會這個問題 現場直接柯文哲 157的智商 大當機變成571 對不對 直接就壞掉了 而且不只要問他金華城 他也是喔 問問說你跟金華城的關係什麼 你到時候如果被生壓的話 被雞壓怎麼辦 然後他也是 不知道怎麼問 然後就講出一句 莫名其妙說 有啦有啦 我有跟神經濟唱過歌 再續過一次啊 逃出影院 再續過一次啊 他直接認了 根本沒有人問他耶 沒有人問你這個問題 他自己就自爆說 對我就是去逃出影 我去跟這個我們講神經濟唱歌 不是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講 我們昨天就講嘛 很多的社會行為有的 有人趕快去自首 甚至有人到廟裡面去 這個坦白 為什麼坦白 每天晚上就有鬼來找他 因為他做了壞事 做了壞事 要不要講 舉頭三尺有神明 那個神明每天來找他 那個鬼每天來找他 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要真的出來以後 他什麼都糟了 對他放棄治療了 而且他今天找到廟 他今天找的時候 我早上睡得很好 沒有人問你睡得很好啊 是你這話幹嘛講這些話 代表你睡不好了 對寶貝哥我跟你講 他是完全放棄治療 為什麼講說放棄治療 就說不要再糾纏我了 拜託不要再折磨我了 對啦我就爛 他今天就這樣 我就爛 因為你知道嗎 他自暴自棄了 他就自暴自棄了 甚至我講 問到他財產部分 這句話更絕了 他是什麼 因為就有人問他說 柯文哲主席請問一下 你真的只有買這一間嗎 因為你的財產三報 到現在為止 你根本不用報啦 結果你知道柯文哲講說什麼 柯文哲說 選舉就是選舉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什麼叫做 選舉就是選舉 我選舉前有台人申報 我現在 要我再做也是也可以啊 至於說我到底有沒有買其他的房產 就帳面上生意間 我沒有了 天上哪有那麼多錢會掉下來 我真的聽完之後 我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不是嘴巴一揉的問題 也不是扣辭不清的問題 是柯文哲整個腦子已經打血變醬糊了 所以當今天這樣 記者會看完之後 我原本第一時間 你知道幹嘛 我憤怒 我覺得你們怎麼可以睜眼說笑 但後來我覺得可悲 你知道最後我覺得什麼 好好笑真有趣 柯文哲真的是 我們講的流量天王 好 武統 剛剛講的 我現在是喊一說 你怎麼那麼敢 你敢不敢 就說大的小的 五毛講的髒子 五毛講的蜻蜜 你什麼都敢吃 今天柯文哲講了一句話了 講了一句心裡的話了 就是你常常講的 他不選了 人家就問說 你幹嘛把這個商辦 放在你自己的名字下 他說 這個商辦放在你自己的名字下 最有監督的能力 如果我要參選的話 就要公職人員 公職這個申報 代表什麼 我不選了 我不選了以後 這個房子 再也不會在這個所謂的 公職申報裡面出來了 就是因為我不選了 我就搞一圈大的 那他今天的瘋狂在哪裡 瘋狂在於 他沒有想到北檢這麼狠 沒有想到北檢用武丹 這個壓著他 而且 北檢不急不慢不快不緊的 整個鐘 我就壓著他喘不過氣來 他知不知道明天早上 北檢會到他家去敲門 明天早上 他知不知道你認為 他今天去剪了頭髮嗎 他剪頭髮幹什麼 剪頭髮幹什麼 對不對 未來幾個月不會剪頭髮了吧 他去土城報道了 他知道明天早上七點鐘 北檢到他家敲門了 你說 他今天去理髮是有意義的 當然是有意義啊 那是他的 入肩的儀式 當然不是剪得乾淨一點嘛 不是頭髮太長 都照起來很蒼老的感覺了 入肩也要有個樣子 畢竟是個總統候選人嘛 為什麼他知道 他知道今天 我們昨天講了一句話 你忘記了 是嗎 我說今天只要 沈慶晶跟益曉雯收押 柯文哲就要倒楣嘛 我們現在講了一個 比較重要的事情 他今天承認了一件事情 他今天跟記者問他承認了 他承認什麼 他去過陶豬影員的俱樂部沒有 有去過 有去過了吧 對不對 今天等於在全中華民國的民眾面前 媒體面前承認 他跟沈慶晶有私交 是不是這樣講 對 你去過陶豬影員沒有 當然沒有 我認識沈慶晶 他沒有請我去過 我不知道那邊有交代所 表示我的class不夠嘛 要高卡要高幹 要高官權貴才能去的地方 我的行情不夠好 對 所以他承認他跟沈慶晶的關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昨天檢調多厲害 檢調今天放一個消息出來 昨天收押理由 我一看就知道 四千五百萬 昨天雨先講得很好啊 雨先把那個關係講得很清楚啊 就是今天由這個 中共他們關係企業 對 總共匯出來的四千五百萬 到哪裡 給應小薇 因為應小薇我也很熟 他的男朋友 我也很熟 所以我幫大家解讀一下 那四千五百萬是匯到應小薇的 還有一個愛心協會 他匯到協會之後呢 他創造第一個斷點 他另外一個被收押的助理 姓吳的助理 他的每一次每筆每筆提現金出來 我的猜法 四千五百萬提現金出來 他是分批會的 他大概每一次提49萬49萬 沒有50萬以上要報調查局 調查局要監管 所以他花很多精神把這個錢洗好 然後錢提出來之後呢 就存到了他的男朋友王凱的 我們叫他王凱了 再洗一次 江湖上叫王凱 那凱哥跟我們都好朋友嘛 那就存到再洗一次 所以就產生一個斷點 對 那斷點沒有了嘛 對不對 就跟小薇的公司都沒有關係了嘛 先到了應小薇的基金會 然後再每筆49萬領出來 到了應小薇男朋友的帳戶裡面 那時候這個錢就完全跟小薇沒有關係 對 這斷點已經成立了對不對 然後再由應小薇把這個錢提出來 對 提款或是現金我不知道不確定 但是應小薇一定有很大量是提現金 再交回去交給審慶金 你了解意思嗎 那審慶金這個錢去哪裡了 很簡單嘛 兩個人嘛 一個黃珊珊嘛 一個柯文哲嘛 這是檢調主要追這兩個嘛 因為審慶金不可能 你剛剛講 你說不是這個所謂的應小薇 就是審慶金兩個要當污點證人 就是 你要交代最後那4500萬 留到啥去了 真的只是一筆嘛 然後我現在反過來 反算給你聽嘛 現在在審慶手上 總共有兩大案嘛 對 一個是金華城 金華城目前坊間估算他 圖利金華城大概120億左右嘛 然後另外他那個萬大 萬大余果市場部分 他大概總共存款180億 其中40億是最佳預算 不用開標的嘛 那這看最多最少 最少賺20億以上啦 我這樣講 20億加20億說 140億啦 140億你認為 一般的市面行情這個 今天再笨的一個 柯文哲要拿一點服務費的話 他那個 他用10%算的話 這12就14億啊 14億 這十幾億耶 這個錢不是你那個 競選總部的錢可以比啦 這個叉叉比雞腿啊 你們兩個不能比的東西嘛 所以他有十幾億要長錢 他才敢去買那個 1.2億 2.7億啊 對 你們大家算那個帳 都是小兒科的帳 所以我們小看他囉 小看他了嘛 他今天去撿 他今天你純心跟他拼了嘛 把梳妝沐浴焚香完畢之後 明天後天準備進土城跟你拼嘛 對啊 打死不認帳 你懂我意思沒有 對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聽你講說要有 他是什麼 他這個是貪污治罪條例 違背植物行使收賄罪嘛 今天關鍵在哪裡 在哪裡 沈慶晶一個人嘛 沈慶晶如果頂不住 把他招出來的話 這兩個中了嘛 這兩個中了 我跟你講 高宏安是11萬耶 就判7.4個月 你這個開玩笑 你這個每個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 對 而且 而且這個一罪一罰耶 一罪一罰 他還沒有幫他算北四科 三最加起來 算最低刑期是30年耶 他還出得來嗎 他不可能出來了嘛 對不對 你30年最起碼要做15年 那個最後合併刑期判刑 結果已經15年以上啦 他跑不掉 他要跑掉 非常非常困難 他要減低刑期要 但是訴訟的時間非常長 我現在講的很簡單 所以我認為他禮拜五 明天早上 開始會開始到他家搜索 然後幾路搜索 因為中間你講了一個關鍵人士 那個人叫什麼 叫做李文中 李文中 李文中知道他把錢藏哪裡啊 這還是關鍵人士啊 李文中明天如果看有沒有收押嘛 李文中現在是明天被告 因為他講喔 李文中居然在我不知道的狀況下 今天中選會把這個錢 說中央把這個錢匯到 這個黨部的時候 他直接 直接 把錢匯到我三個戶頭 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的是 其實錢是給誰 是給黨部 所以應該是黨部的人 把這個匯到你的戶頭 怎麼會是李文中匯到你的戶頭 你完全胡說八道 但至少 李文中知道你的戶頭在哪裡 對 所以你們剛剛在討論的過程 你們一直談到李文中 跟他之間有翻臉的原因 是因為分贓不均 我認為還有一個更大的事情 就是上一次李文中 以證人的名義出庭的時候 到北檢去調查的時候 李文中那個時候 已經當了污點證人 要無罪賜回 已經無罪賜回 那時候根本就 無保請回 但是黃珊珊告訴我們 她是被告 因為當天我們都認為說 李文中是證人啊 所以黃珊珊脫口說出 她是被告 什麼被告 不是這些案子 是整個案 她就是被告嘛 所以李文中是重要關係人 昨天查的這個會計師助理 為什麼不叫李文中去查 對 因為李文中講完了嘛 所以我們小看檢察官了嘛 檢察官已經掌握到你 你柯文中的 柯文哲的錢的發展啊 你藏錢的地方 李文中已經幫你揭秘出來 對 所以他很懊勞地講一句話 他說我交往了50年 被朋友坑了嘛 所以是這個 他把我賣了 當然他把他賣掉了嘛 李文中那個人會不會賣人 當然會 你看那些開記者會就在賣人 公開的賣我全部都不知道 對 那誰 我還負責的跟大家報告 我都不知道 那誰知道 那李文中 那李文中你都不知道 那你告訴我誰知道 柯文哲知道 當然想柯文哲知道嘛 你保證講柯文哲知道 那柯文哲知道什麼 你就通通講完了嘛 所以他現在需要有法外 我跟你講明天一定會傳他 搞個不好 李文中明天也收押 我跟你講 因為收押 他後面有後續賺貢 還有一些資金的問題 還在繼續吵 所以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柯文哲知道明天會被踹門 大清早就會來 那大清早就來 我就在算啊 萬一一點鐘生壓停 開到三點鐘結束的話 我就問了這個 吳宗憲 這個吳宗憲 這個立委 我說欸 我說會不會到三點鐘 在電視機面前把他帶走 把他帶走 把他帶走 他說應該不會那麼難看啊 他說我們晚上很麻煩 因為你知道這個夜間 征訊 夜間征訊 夜間征訊 他可以拒絕 他可以拒絕 你說夜間征訊的條件 我跟你講過沒有 沒有 什麼夜間征訊的標準是 你知道幾點鐘嗎 幾點鐘十二點 你知道夜間征訊 是幾點鐘開始起算 幾點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氣象局決定 看當天的氣象局告訴你說 夜間 那個時間就是夜間征訊開始 遇落的時刻 看當天氣象局來決定夜間征訊 所以他看這太麻煩 明天早上六點鐘開始敲人家門 這個一天幹下來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繼續幹 他說檢察官只有夜間的問題 沒有週末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 現在柯文哲真的說謊 而且他完全沒有任何愧色 他怎麼講 他之前不是講嗎 我跟你講我只能跟你保證了 絕對沒有一毛錢進到我的口袋 現在沒有一毛錢進口袋 今天進到一口袋450萬 對進到他450萬 可是我跟你講你把整個今天的PTT 所有今天記者會的所有資料看完 他沒有去寫到這一段 因為他不敢寫 因為他如果寫 木可公司匯給我柯文哲450萬 大家就發現說 木可公司怎麼可以匯給你錢 所以他這計劃不解 他只有說 有一個450萬的一個肖像權 全部做公益 但他省略了什麼 省略了錢進到我柯文哲的口袋裡面 所以你就會發現柯文哲從頭到尾 就是最關鍵的詞 他都不願意講 然後講出一副說 這個東西要做公益 上班以後也可以公益 但他所有不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名字都是誰的 都是你私人的 所以他就形成一個狀況 開都開進總的 賺都賺自己的 這就是大家覺得非常詭異 今天其實又來了一個件事情 你說不是那個授權金1500萬嗎 今天他們竟然有那個臉說 哎呀這個1500萬是我們進總多給了 為什麼進總多給呢 因為木可告訴我們 1.5億10%所以是1500萬 結果事實上根本不是這樣 什麼叫根本不是這樣呢 那1.5億在誰身上 1.5億在進總嗎 1.5億在進總嗎 在木可 還是在木可 而且從今天我才知道 木可這麼賺錢 1.5億是你跟進總的帳 然後你進去賣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一個小小的木可 不過才經營那麼久的時間 他竟然就是一來一給 一個木可公司這麼好賺 難怪他趕快要用他兒子的名字 去弄了一個公司 是 所以今天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們現在講 雙方律師對於契約合約 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現在目前雙方律師在 進行溝通當中 這代表什麼意思 兩個翻臉了 柯文哲跟李文中翻臉了 而且柯文哲是外科醫生的 什麼意思呢 之前帳友問題是會計師的錯 現在圖立木可的問題 是李文中的錯 他給我多賺錢 所以這邊割那邊割 他是外科醫師 哪裡有問題哪裡割掉 割到現在柯文哲變成一個 沒心沒肝沒肺的人 全部都是別人的錯 那我問你 一個沒心沒肝沒肺的人 他有辦法活下來嗎 我問你 那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